今天民調電報這些民調出來 第一個我們關注的重點 就是賴清德38.7 侯友宜29.7 他們差10% 所以剛剛凱旋運 他們在危機處理 另外一個有趣的重點 是什麼東西 16.6 幾乎沒救了 幾乎沒救了 所以柯文哲就16.6 說詹柯文哲怎麼辦 趕快如何利用 我這16.6% 來化 爬 拉 結 好 這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看柯文哲說 之前說我們國會要找韓國瑜合作 在哪行政院長調朱立倫 這什麼意思 柯文哲跟朱立倫喊話 朱立倫 你選前要有善意嘛 點名朱立倫要思考看看 如果現在擺出兼蔽親野的態度 到時候我為什麼要幫你 什麼意思呢 目前看起來 在國會會跟韓國瑜合作 希望讓立委投票來決定行政院長 任用誰 在藍白合作破局前 朱立倫也是可能的 意思是什麼 朱立倫 我知道你想當行政院院長 你行政院長除了總統任命之外 要過國會 我國會 我民眾黨也有可能在投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跟民進黨合作 這很會玩耶 柯文哲 其實今天也不是很會玩 首先的時候他擺出來那個姿態 朱立倫 你現在都不給我有善意 人家到時候我為什麼要幫你 其實雖然國民黨現在在落衰 可是國民黨的心理應該 歐會實施說 我幹嘛要你幫 這才是關鍵 你已經下來了 他提到了幾個狀況 第一個 你要確定 真的三黨不過半 第二個是 你整個柯文哲現在又往下丟 又要走到15%的氣保線了 15%的氣保線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支持群到時候可能不投票 所以你實際的得票 還會就像宋楚瑜過去一樣 還要減半 搞不好你的立委根本不是關鍵的數字 我幹嘛需要你 可是這個人他很噁心 你現在在選舉 你好好打選戰 你就去提政策 提政見你去揭蔽都可以 你在談選後的權力分配 對 他就是沒招了 那為什麼沒招 我等一下再說 再過來講到行政院長對不對 行政院長 你不知道當年修憲之後 就是賴清德當任務行國大那一年 所以呢 已經沒有隔魁同意圈 對 這就是怪的問題 這根本就是鬼扯 你怎麼來威脅朱立倫 你那基本隔魁同意圈都搞不懂 如果是侯友宜當選 當然機率實在是接近零 但是他就直接任命了 幹嘛要理你 對 那如果是賴清德當選 我幹嘛要理你 對不對 我們憲法裡面就可以直接指定 從來就沒有 還需要立委投票 你連憲法都不熟 所以呢 最近我有一個寒粉的同學 今天早上跟我講說 他是說他最後還是會去投侯友宜 因為談粉嘛 不要投那個草包 我就聽著嚇了一跳 草包 草包誰 草包怎麼 不是由你專人代稱嗎 他就說整個柯文哲才是草包 你已經是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炒到什麼程度呢 你看那些柯粉 現在不是礦工的問題 那個跟趙少康 其實你們跟趙少康搭配是很好的嘛 嫌貴就不要租 嫌礦工股就不要去做礦工 這就是他們的人 不過呢 現在柯文哲倒是取得 找到了一個 非常跟他搭配的副手 叫做吳馨穎 你剛剛不是有看到了嗎 柯文哲兩件案一家親 快沒有票房了 沒有關係 吳馨穎的整個餐廉的話是 整個是中國那邊 他的一個是 他跟中國又站在一起了 你剛剛講到2016嘛 那2016的時候 中國開始對台灣的態度 吳馨穎我們等一下再分析 吳馨穎 但是我們剛剛你已經確定了 柯文哲現在根本就沒戲了 他現在就完全就在想說 未來到底選輸了 我要怎麼畫 跑來幹